大家好, 星期日10月13日播出大湾新马区PK战的下半场 就将会诞生大湾区新马区的12强选手 大会又说今次会选出15强 另外三个席位是怎样选出来的呢? 在PK战介绍赛制的时候, 潘文柏就说是由评审选出来的 大家又记不记得在9月1日播出第一集的新马区的盲选时候 电视台又说搞了个网上投选活动 给网民在网上选出新马区的我最喜爱的选手 另外在大湾区的盲选上半场, 同样宣布搞了一个 我最喜爱的大湾区选手网上投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似乎他又要叫大家搜网上或者电视报应的QR Code 然后再用手机去投票的 可能不是太多人参与这个活动 只是好像在一些讨论区里面才有人说这件事 今次中联好声音3就说全球招募 于是就搞了个大湾区海选和新马区的海选 在新马区和大湾区就各选出20强的选手 来到香港进行盲选 盲选的时候各区就选出12强选手 然后就进行PK战 最后就选出新马大湾区15强的选手 再和香港区100强选手比拼 在大湾区的盲选和新马区的盲选的时候 叫网卖选出我最爱我的大湾区选手 和我最爱我的新马区选手 有什么作用呢? 根据网上投选活动的宣传细则 就说今次选出我最爱我的新马区选手 或者我最爱我的大湾区选手 他们除了获得一个赞助商的光能帽之外 还可以在20强之前的赛事 即使是被淘汰 都可以激活一次晋级机会 好了 这两个选手其实都有很多可能 如果这两个我最爱我的选手 他们在盲选的时候已经被淘汰 那他们就没得参加PK战 于是拿到我最爱我的选手 他们就有得复活 于是乎新马大湾区的15强 就不止15个人 因为要加多这两个我最爱我的选手 让他们复活 那就变成了新马大湾区有17强选手 另外如果这两个我最爱我的选手 是在盲选里面赢出 那他们就会进行PK战 那他们进行PK战 如果有赢了的 根本就是仍然有15强选手 去跟香港区的800强选手比赛 但是如果这两个我最爱我的选手 任何其中一个或者两个 他是在12强PK战里面输了 那他就有得复活了 那评判会不会再选他出来做一个15强呢? 所以其实变化有很多可能性 这次的投票活动就分别在TVB官方网站 MyTV Super和My堆堆进行 按照每个平台得票来计算排名分 得票最高的选手就得20分 第二多的就得19分 第三多的就得18分 如此类推 就算你是最后一个第20名 都会得到1分 换句话说 每个选手最多 就可以得到60分 最少都有3分 综合了三个平台的排名 就算出结果出来了 今次的选举完了 其实赛果都有了 那我们不如看看赛果先 我最喜欢的选手网上投选就了结果 新马赛区得分最多的就是44分 第二名就有两个 都是得到43分 第四名是41分 由于分数相同 排名都相同 最后一个就是第18名 得到14分 大湾区呢 最高分有两个 都是得到44分 第二多分的也有两个 所以第三名有两个 各自得到42分 而最后一个就是得到8分 排名就是第15 好了 投选结果就有了 我最喜爱的新马赛区选手 因为相同分数就产生两个 第一名 这三个选手都可以获得一次的复活机会 好了 正式的结果就是揭忠 新马赛区得到票数最高的就是刘嘉逸得到44分 大湾区得到最高的就是两个 分别是杜月和陈嘉琪 刚好陈嘉琪、杜月、刘嘉逸三个都在盲选的时候被淘汰出局 那就是说他们三个分别都可以获得一次复活的机会 好了 之前就说 新马赛区选15强出来的嘛 那这15强里面 包括不包括这三个呢 如果包括这三个的话 王郑俊人就有危机了 王郑俊人就应该是没得入围了 但是好像又没有说到是这样啊 因为之前讲赛制的时候 就说 渝夏的三席呢 是要由代定晋级区里面的选手选出来的嘛 所以大家都不用怕 王郑俊人呢 虽然他不是得到 我最喜欢的新马赛区的选手 但是呢 应该都可以有得复活的 那我看看今次的选举呢 都好像有些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啊 因为呢 初头想着 王郑俊人和刘传文唱得这么好 应该是成为我最喜欢的新马赛区选手啦 谁知道不是啊 他们只不过呢 得到43分而已 那不知道是不是埋堆堆的那些人呢 就未必选到他啦 可能只是我们香港的观众呢 觉得他是唱得很好 所以呢 就投他票 但是呢 他一分之差呢 就输给刘嘉逸 刘嘉逸呢 刘嘉逸呢 就可以复活了 而另外呢 大湾区里面呢 唱得好的 比如五耀东啊 高飞啊 潘兆伦呢 都不是得到 我最爱的大湾区选手啊 反而是杜悦和陈嘉琪呢 得分最高啊 啊 而有些人呢 好喜欢的黄文涛呢 竟然呢 就得到第二名 以两分之差呢 就不能成为我最爱的大湾区选手 结果呢 就不能复活了 那有些受欢迎的 我们以为很受欢迎的选手呢 怎知呢 就排名不是很高啊 七马区第四名呢 就是肖伟伦呢 肖伟伦呢 都唱得挺好的 啊 啊 張淑鳳呢 都是得到第五名的 而已 另外一个高分的韩依立呢 得第九名的 而已 而大湾区呢 梁文坤得第三呢 和王文涛一样 42分 高分的五耀东高飞 都是得到4140分 差不多啦 可能令很多王庆俊人的粉丝 有点担心啦 王庆俊人得不到 我最爱的新马区的选手呢 那他呢 就没有了这个负负的机会 但是呢 但是呢 看个赛仔呢 他应该是巡选 另外保选的三个选手呢 是获得晋级的 那所以大家呢 都不用那么担心 而最可惜呢 就是大家都喜欢的王文涛呢 就不能巡选这个 我最爱的大湾区选手呢 复活了啦 刘家日 杜宇和陈嘉琪 就获得复活的机会啦 那最后呢 我就在这里 和大家重温一下 他们三个在盲宣的时候呢 评判对你的一些评语 看一下你可不可以吸收教训呢 在复活的时候呢 就是重振光芒 可以获得更加好的成绩 首先是刘家日 他就是选唱 许廷亨的《面具》 下一位参赛者 选择的歌曲是《面具》 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来自马来西亚的参赛者 刘家日 6加1 是 所以人家叫我做七仔 是 今年48岁 目前为止是一个活动策划 那我们听听评审给你的意见 Klayton 你突然之间那一刻按燈我 因为我考虑了很久 按很不按 因为你有很多沙石 有些时候突然觉得 你唱得挺好 突然一个日子 差一点点 你令我心大心小 你最大的问题 今天的喉咙真的有点紧 但其他事情 我觉得你不是太差 所以我觉得 最后我也希望 给你一盏灯 然后我觉得 你是我今晚的标准 比你差,我不给灯 比你更好 比你更好,我就会给灯 好 多谢老师 Ruth 我正想说 你的呼吸真的很大问题 你的肺 其实在你的喉咙下面 如果你要呼吸 不要向后头 那些… 你要向下头 对 向下头是没有声音的 即是没有声音的 你向后头就… 那就有声音了 不是,Ruth 现在的歌声全部都这样唱 没有那个 那是不同的 你知道吗 是吗 对 对 对 我想问你为什么 当然是参考原唱的 所以就是不对 因为是由你的心里出的 如果你只是参考原唱 那就是出了问题 因为你是假扮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 好,谢谢各位老师的意见 嘉一,谢谢你 谢谢 也很开心你来到这个舞台 加入中年好声音声的家庭 谢谢 好 晚点见 谢谢 接着就是杜月了 他就选唱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接下来的选手 选择的歌曲是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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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你好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杜月 我是来自深圳赛区的选手 今年38岁 从事的工作是行政管理的 完全没有学过唱歌 所以这次参加 其实也觉得很幸运 是 你就是靠纯粹自己 喜欢听歌、练歌吗 没错 比赛之前就在K房训练了几天 就没有睡觉是吗 昨晚睡了两个小时 因为太紧张 是 因为太多选手都很专业 好,我们看看评审 你这个自学的选手 有什么意见给他 这一会儿 我想问你平时会唱国语歌 还是广东歌更多 国语歌更多 不是说你的广东发音 有什么问题 而是你用了唱国语歌的方法 去唱广东歌 所以你的咬字 就会来得不太清晰 明白 加上你的拍子感 拿得不太漂亮 所以因为咬字和拍子 是两种要紧扣的 任何一样不好 就会影响整个感觉 明白,谢谢老师 谢谢,周国芳老师 我和春天有一个约会 最重要是说八感交集的故事 你这样咬字和说故事的方式 令我们很难投入 在这首歌当中的感觉 明白 谢谢老师 谢谢评审 谢谢老月 加油 下次希望在其他舞台 听到你唱普通话的歌曲 好吗? 谢谢 谢谢你参加 谢谢 最后就是陈佳琪 她就是选唱《富士山下》 接下来的选手 所选的歌曲是《富士山下》 佳琪,你好 你好,袁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我是陈佳琪 我来自深圳 今年快40岁了 佳琪,我知道你有点小历史 原来你以前参加过超女 是吗? 是,2005年 还得到广州区第五名 小成绩 我们有请评审给一些意见 珈其 这首歌太难了 我扣得最多分的 就是这首歌的味道 你唱不到 富士山可以欣赏 但不可以拥有 爱情也是 你唱不到这个味道 这令我完全不可以 把一首放在灯上 我正在想 如果我是你 由胡桃唱到最后 很久没有灯 你出来 都没有人按灯 但是你还没放弃 那种对唱歌的执着 还有坚持 这是有打动我的 谢谢,谢谢老师 要加油 好 40岁了,不是年轻的 好,老师 不要听他们说40岁是什么 我七十多岁都在唱 对吧?40岁是什么 对我来说 对你当然是年轻 你这么老 你真的想死 你真的 喂,你吹吗? 我七十多岁有人请我唱 如何 很厉害 对吧 对吧 所以… 这个是古董 对,真的不要放弃 真的不要放弃 你有的声音,你有的前途 你一定可以 谢谢 Claidin 其实这首歌的效果 是有少许鸡仔声的感觉 这首歌不应该有假音 在里面的 你的键套太高 你唱了一首男子歌 但你听Eason唱 他其实都是用很多混音声 很多混音声去唱 他没有什么用假音 这首歌 所以你的气息其实是不够漂亮 加上你的键套太高 你没有人夹着喉咙 全部都是鸡仔声 好,谢谢老师 多谢家琪 多谢袁姐 多谢你选择我们的舞台 多谢你选择我们的舞台 多谢你回家 OK?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很多谢大家收看 Bye bye